这是科幻电影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系列电影 它的人缘大战主题影响深远 在它开创的世界观中 人类走向退化 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变成普通动物 而星星则进化成高级智慧生命统治了地球 以新鲜的视角提供原创的科幻影评 大家好,我是问剑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人缘星球系列电影 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这个系列五部电影的剧情感概 第一部《人缘星球》上映于1968年 故事背景设定在3955年的未来 一艘从1972年发射的飞船经过接近光速的旅行后 穿越到了近2000年后的未来 飞船坠落在未知星球上 统治那个未知星球的不是人类而是原类 主要是各种星星 他们建立了国家和城市 有军队有法律也有科学家 而人类则退化成为不能说话的原始人 被认为是野蛮动物 被星星们抓来关进了铁笼子里 或者成为星星科学家的实验对象 幸存的三名宇航员 一个在星星抓捕人类时死去 一个因为会说话 被星星科学家做了脑部手术 成了吃丹 最后一个宇航员泰勒 幸运地被一对追求真知的星星科学家解救出来 他历经艰辛 来到被星星们视为禁区的海边 震惊地发现了自由女神像的遗骸 原来这个简直就是人类地狱的星球 竟然就是未来的地球 第二部《失陷星球》 上映于1970年 故事承接第一部 同样发生在3955年的未来 由于第一部中 宇航员泰勒的飞船失踪 人类再度发射了另一艘救援飞船 从1972年追逐而来 结果飞船也坠毁在了3955年的未来地球 只有宇航员布伦特一人幸存 布伦特遇见了未来人类诺娃 两人来到星星们的城市 结果被发现 星星军团四处追捕他们 为了躲避星星军团 他们意外来到了一个神秘洞穴 发现了一群未来变种人 这些变种人能够通过意念控制人的大脑 让人产生幻觉 甚至控制人的行为 在这里 宇航员布伦特遇见了被囚禁起来的宇航员泰勒 此时星星军团扫荡了变种人的洞穴 之后 偷藏在这里的一颗过去遗留下来的核弹被引爆 人类和星星们同归于尽 整个地球也就此毁灭 第三部《逃离星球》上映于1971年 故事成绩第二部 故事背景设定在1973年 在3955年的地球毁灭之前 一对星星科学家夫妇和另一个科学家一起 搭乘第一部《人猿星球》中宇航员泰勒坠落的飞船 及时逃了出来 并穿越来到了1973年的地球 人类对来自未来的拥有高智慧的星星充满好奇 于是有人想尽各种办法试图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结果震惊地发现 未来星星将统治地球 而人类则沦为星星实验台上被解剖的动物 最后 这对来自未来的星星夫妇被人类杀害 而他们刚出生不久的孤儿则被人类收养 并取名为凯撒 第四部《征服星球》上映于1972年 故事发生在第三部电影的18年以后 那年凯撒18岁 因为一场瘟疫 地球上的猫和狗全部灭绝 于是人类开始饲养星星作为新的宠物 随着星星的体型越来越大 人类开始训练星星成为奴隶 星星们遭受人类的疯狂虐待 被暴力激怒的凯撒 成为星星奴隶们的精神领袖 他带领大家发起革命 最终战胜并摆脱了人类的奴役 第五部《决战星球》上映于1973年 一名星星教授在2670年 讲述了600多年前发生的故事 自从星星奴隶们革命胜利之后 凯撒带领星星们建立了自己的星星城市 维持着与人类脆弱的和平 而此时 人类内部已经爆发核战争多年 绝大部分人已经死去 幸存的变异人则在核辐射中挣扎着求生 那时星星军团的内部爆发了叛乱 某位将军试图推翻凯撒的领导 一群幸存人类也开始对星星们发起进攻 经过艰苦决战 最后凯撒平息了一切 好的 人猿星球系列五部电影的剧情梗概就讲完了 从1968年开始上映的人猿星球五部曲 改编自比埃尔布勒的科幻小说 猿猴世界 它开创了人猿大战这个经典的科幻主题 此后 2001年的决战星球 和2011年开始上映的星球崛起系列 都是人猿星球系列的翻拍和重启版本 人猿星球系列在科幻电影史上 具有深刻的意义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流行文化热潮 它不仅深刻映射了当时的美国种族矛盾 而且涉及到了冷战和竞赛 政治 宗教和伦理等等问题 第一部人猿星球上映的1968年前后 美国和苏联的冷战争霸正处于最高潮 两国拥有的数万颗原子弹 引发了全世界的恐慌和不安 人们害怕出现一场毁灭全世界的核武器大战 与此同时 美国爆发了长达五年的大规模种族暴力冲突 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产遭暗杀身亡 随后引发了全美范围内的黑人暴乱 在电影中 先是人类奴役星星 然后星星起来反抗 最后星星统治地球 再反向奴役人类 这暗示了难以调和的种族矛盾 在电影中 直接导致人类走向灭亡边缘的 是人类内部爆发的核战争 最后在2000年后毁灭地球的 还是人类制造的核弹 这表达了人们对于核武器可能带来的恐怖后果的担忧 在人猿星球系列电影构建的未来世界中 人类只是普通动物 不会说话 智商很低 被关在笼子里 统治地球的不是人类 而是各种星星 而这些星星之间也不是平等的 导演和编剧 对不同种类星星的角色设定非常精妙 我们先来看电影里各种星星的等级划分 在1968年第一部人猿星球中 所有星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穿橙色衣服 红毛红脸的管理者 包括老教授 法官 检察官 神父等等 他们的社会地位最高 属于整个人员王国的上层阶级 第二类是黑毛黑脸穿紫色衣服的士兵 他们处于社会等级的中层 第三类是穿绿色衣服的黑毛白脸的学者和知识分子 他们头脑最聪明 从事各种科学研究工作 但薪水最少 权力最少 处于社会底层 要了解这种等级制度设计的精妙之处 我们需要了解现实世界中的生物学分类 根据生物学的分类 猩猩和人类都属于人科 人科又分为猩猩亚科和人亚科 猩猩亚科里只有猩猩鼠 也就是各种红毛猩猩 而人亚科又分为人族和大猩猩族 大猩猩族里只有大猩猩鼠 也就是各种大猩猩 而人族里则包括人鼠和黑猩猩鼠 黑猩猩鼠就是各种黑猩猩 人鼠就是人类 对比现实中的生物学分类和电影中各种猩猩的角色 我们就不难发现 电影中第一类红毛红脸的管理者 其实就对应于现实中的红毛猩猩 电影中第二类黑猫黑脸的士兵 其实就对应于现实中的大猩猩 电影中第三类黑猫白脸的学者和知识分子 其实就对应于现实中的黑猩猩 在电影中人类是最低等的动物 而黑猩猩与人类关系最近 最相似也最聪明 因此电影中黑猩猩的社会地位最低 他们是知识分子 也是对人类最富有同情心的 而大猩猩个头最大 与人类关系第二亲近 因此电影中的大猩猩归属于军队 处于社会的中层地位 至于红毛猩猩 则离人类的关系最远 电影中的它们是人缘亡国的管理者 是社会地位最高的一种猩猩 它们最厌恶人类 最害怕人类 它们绝不允许人类威胁它们的统治 绝不允许人类说话 人类只能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动物 可见在电影中的人缘亡国里 每个猩猩在出生时 就被决定了一辈子 所能从事的职业和社会地位 它的种族决定了它一生的秘密 这种种族等级制度的设定 让整个人缘星球系列 从里到外都散发着反对种族主义的思想 聊完了星星的等级制度 我们再来聊另一个 由人缘星球引发的很有趣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人类进化史上 从古猿进化到现在的人类 一个重要的身体变化就是退毛了 古猿和今天的星星一样 浑身毛发茂密 而我们今天的人类毛发却很少 这似乎给了我们一种 越先进毛发越少的感觉 那问题来了 在人缘星球里 星星们取代人类成为了最高智慧的物种 它们会不会一步步逐渐退毛 最终演变为现代人类的模样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需要理解 在进化史上 人类为什么会退毛 有关人类为何退毛 几百年来产生了诸多不同的假说 水源假说 寄生虫假说等等理论 引发了科学家们的激烈争论 目前在科学界认同度最高的理论 是散热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 人类祖先之所以脱去体毛 是为了散去身体多余的热量 保持健康的体温 因为对于很多哺乳动物而言 保持身体凉爽是一个超级大难题 尤其当它们生活在炎热干燥的环境时 如果要进行长距离奔跑 就会产生大量热量 此时它们就必须及时调整自身体温 否则一些器官和组织 特别是大脑 就会因为过热而受损 严重的还可能致命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 大约300万年前 人类祖先还生活在炎热干燥的西树大草原 因为植物性食物的匮乏 为了生存 人类祖先开始捕猎动物 但那时的人类祖先 还不会制作高效的狩猎工具 它们捕猎只能采用长距离追杀的办法 也就是长跑 死追到底 一直把野鹿这样的猎物 追到倒地不起为止 还穿着全身长毛的人类祖先 经过长途奔跑 必然产生大量的热量 如果不及时降温 后果可想而知 于是为了适应长跑生活 人类祖先渐渐地脱去了全身的体毛 并进化出了数量极多的小汗线 成为了散热能力最强的哺乳动物 正如2007年 一篇美国哈佛大学的论文指出 人类的散热系统非常高级 非常适合长跑 以至于在酷暑天气进行马拉松比赛 一个人甚至可以战胜一匹马 这可能是一个颠覆大多数人的认知的结论 可见人类祖先脱去体毛 都是自然环境选择的结果 而在电影中 这些青星在20世纪时就接受了人类的培训 会制造和使用很多工具 还会种植农作物 他们根本不需要和人类祖先一样 长途奔跑去捕猎 所以他们也不太需要担心散热问题 更不会无缘无故就脱去全身的体毛 也就不太可能进化成 和我们现在人类一样的模样 好了 人猿星球系列电影就聊到这里 这个系列的五部电影 口碑高低不齐 因此分别给予评分 1968年的第一部 《科幻经典》五星推荐 1971年的第三部 《四星加片》值得一看 其余的三部电影 我给的推荐指数是三颗星 坚持独立思考 以新鲜的视角提供原创的科幻影评 我是问健 写科幻小说看科幻电影 喜欢我的科幻影评 就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